两寸的开箱式 收到物流的话应该是有5件货 这两个里面装的是泄水阀 这个里面装的是进出球阀 和这个动心阀 包括压力表 这是一个总成 还有一个出水的对丝 一寸变6分 和一个一寸变4分的介绍 这个底架拿到过后是这个样子 这边是接近水的 这里有个浓板 然后我们把泄水阀给它装上去 是有两种的 你的泄水阀有一种是后面带石头 一种是带内楼纹 一种外楼纹的 有内楼纹的 你就缠身尿袋 引到这个位置 把这种浓板取掉 这个装上去就可以了 是装这里的 缠身尿袋 记得 这个也是缠上身尿袋 引上去就行了 动体啊 电瓶 你这可以在这个位置放一个手机 调成那个水平 水平仪 放到这个上面 然后调平就行了 中心把总成给它装上去 压力表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我是切起来 因为它这个是做了一个河接 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里面是有一个特殊垫片的 这个别掉 掉了很麻烦的 这个东西不好买 快速河接 引上去 就可以了 也要调整出水的位置 比如说有的出水 把它在这边 从这边出水 从这边出水 四管旋转就行了 我们现在这里 调到这边出水 把这边出水 好 它会拧紧 好 我们把这个出水阀给它装上去 这是出水的 这边也是一个河接 这个是为了接出水管方便 出水阀门线给它装上去 装这个位置的 也是 在这个丝口上面 缠上生猫带 这是一个河接 给它拧上去就行了 你如果是用 六分 或者是四分的出水管 我们这边配的有这种 转接头 也是六分的 你就把这个六分的转接头 给它接上去 用对四个接上去就可以了 引上去就可以了 出水这边就接好了 拆开这个压力罐 也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缠好生猫带 给它对着这个接口 拧上去就行了 所以我们给它设计的都是快接 快拆的方式 然后 也是方便你安装 这个一个人都能搞得定 很轻松的 进水阀上面 也是你拆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里 快接上面有电片 一定不要拆掉了 直接拧上去 外的温点上去 然后对接它 电电 对接上去 就可以了 这样进水管就接好了 然后你就可以 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启动 水垂风了 如果你的第一次水垂风 是三伐了 那么 你的这个盲板上面 拆好生猫带 盖起来就往事 就不需要管它 拧紧就行 然后你这边就是个三伐了 这个东西是可以调整出水方向 你要从那边出 也可以 松掉这个 就可以转 放过去就行了 好 就这样了